台股大跌哪类族群还有戏 强多架构的IC设计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经急诊室 我是Cindy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分析师 万通国际的魏明玉老师 Cindy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台股今天虽然跌的还蛮惨烈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大家不要慌张 因为有些族群其实还是算蛮抗跌的 对不对老师 我想就是针对近期的台股 今天毕竟受到昨天这个疫情 不断做一个延烧的干扰因素影响 昨天从境外跟境内的确诊人数 已经高达到200多例 那当然也造就今天台股 一度大跌超过300多点 毕竟我想针对每一趟受到台股 受到疫情干扰因素的影响 的一个快速拉回 我想每一趟各位你去做一趟 趁拉回你做买进的投资朋友 我想想必后续都会有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行情 那毕竟我想针对近期这个台股 等于是说从这个3月16号 打出这个黄金右脚的一个后续 也谈了大概900多点 那这一趟谈升就谈到上个礼拜 礼拜五 朱祖谈了939点的后续 毕竟已经进入到这个前波 这个3月4号这个跳空缺口的压力区 那这个压力区在今天 配合这个疫情干扰因素 等于说形成一趟的一个折返 那这一趟折返我想都算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因为毕竟这个波段 等于说今天的一个回撤 也回撤到这个上弯 这个年线的一个支撑 马上就挡住 那毕竟这个又是一个各位 你可以去针对一些强多个股 来做到一趟折优布局的一个timing 那我想我们再进行提供给各位 这个操作的一个重点很简单 就很简单这两句话 就是区分多空跟太多幻想 毕竟不管是说从前波这样谈了900多点 很多很多的一些个股 我想我们要带各位去买的一些标的 无论如何买就买 真正的这种多头个股 那什么叫多头股 就是说越均线站上 然后再配合越均线的趋势往上 我想你买到这种真正多头个股 你才是后续最后的一个大赢家 那我们就列举 我想这真的正在党 四七五五的是向珊瑚化 我想珊瑚化在前波打出第二只脚 3月16号那时候 他刚刚好又重新站回月线之上 那站回月线之上 月线趋势依然维持往上 那等于说也一路形成一个 不断不断的一个改写历史新高 那毕竟我想今天大盘跌 我想以这两标的到今天依然还是收获 那相对于就是说针对这些 从前一个波段涨了900多点 等于说这一个个股 一定要请各位留意 短线上涨多的一些个股 你要留意这个 就是说短线低档你要会买 高档你一样要会卖 那毕竟我想针对三五化的一个部分 上个礼拜礼拜四 他卖讯已经产生在这个206块半 那今天收到这个200.5 我想一样买 就是说低档你买的很漂亮 高档一样要卖的漂亮亮亮 我想这个才能够确保各位的获利 那针对空头架构的一些个股 我想就是说月线跌破 月线趋势往上 我想包括我们就列举这一堂 245是连八科 我想很多观众们 手中持有这样的个股 那毕竟我想针对连八科的部分 从当时2月24号 他跌破月线跌破季线之后 他已经形成一个短线上一个转空 那转空我想后续 为什么我们就强调各位 你要去区分个股多空 针对多头股跟空头股 这操作动作不一样 多头个股你可以去做到一张叫拉回早埋点 拉回早埋点这句话只适用于多头股 那针对空头架构的这一标的 一样要请各位我想现阶段 大概有大概7成以上的这种个股 都已经转为一个叫空头架构 那一样要请各位要把握趁反弹 你去做到让趁弹上去缝压 你要去做让高麦来做让太多幻强的一个动作 那毕竟我想与连八科到目前为止 他这个波段大盘在3S6号已经打出第二只脚 那像连八科在3S6号还在做个实际性破底 那代表就是说以连八科到目前还没有转化为一个叫多头架构 那后续我想他一路做回撤 能够回撤到这个波段的一个3S7号那个跳光缺口能打住 我想那个timing才会是一个叫做黄金右脚第二只脚的一个时间点 那请在目前这个当下也要请各位先不要先做个观察 静待他打出第二只脚之后要买再来买 然后这是联发科的部分 那我想在进行有哪一些个股 符合这个叫真正多头架构的这些标的 那当然话我们就帮各位去锁定一个族群 是后续不管从去年以来连续到今年 成长趋势不做任何改变的这个IC设计 那像IC设计不管说像3443这个创意的部分 我想去年就是说在前年获利是6块多 那到去年年成长到一赚一个股本以上 那相对我想进入到从目前1月份到2月份的营收 我想都是很大幅度的成长的一档个股 那现阶段就技术面来讲 重新站回月线之商 那等于说也形成一趟的攻击 后续我想针对创意的部分拉回 依然他打出第二只脚那个当下 依然都可以紧格地去留意做布局 那甚至包括像3035的字眼 我想字眼从这一路从3月17号以来 一路都是维持多头架构 那毕竟我想这两标题今天是大涨 大涨超过半根停摆 我想这个大盘大跌 跟这种真正多头架构的这种个股 是一点点干关系都没有 反而各位你趁他在今天都有黑盘 你就做到趁打下去拉回 就做让找麻一点的投资朋友 我想今天一样实际性创高 后续依然实际在往他前波高点 就做一个实际性的挺进 基本面GU的状况我想不做任何改变 今年前两个月的获利都已经 都营收部分都是年增率都超过一倍的一档个股 甚至包括像6104向创伪 我想创伪到目前为止 月经现在还在下方 我想这是个很标准 多头个股 你这个留意拉回找麻一点的一档个股 那甚至包括像华讯 华讯在今年已经站上月线之上 那趋势还是往下 还会有一个往下的一个压回的力量 那各位一样可以趁他压回这段时间 去留意做布局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 像散热模组的像奇宏一样 在上个礼拜是有恢复多头 那恢复多头的话 这种真正多头个股 一样都可以请各位趁拉回 做一个留意买进 那毕竟我想针对像IC设计 我想目前包括像金豪科 四星KY 甚至包括像8040的九阳 依然都是维持这个多头架扣 那这些标的我想什么timing 可以去做留意布局 我想我们都会在 我们这个Telegram 给各位做第一时间的分享 谢谢老师详细的分析 记得想要锁定更多财经的真心消息 一定要锁定老师的群组哦 那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